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狗子说诚意的私生是最疯狂的 在娱乐圈这片光怪陆里的土地上 明星们享受着万众瞩目的光环 却也承受着不为人知的压力与困扰 其中 私生犯现象 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暗流 长期以来侵蚀着明星们的私人空间 而近期关于演员诚意的私生行为 被狗子曝光并观以最疯狂之名 更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私生之商 界限模糊的疯狂追逐 诚意 一个凭借多部热播剧迅速走红的青年演员 以其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然而 随着名气的增长 他也成为了私生犯们疯狂追逐的目标 这些所谓的粉丝 以爱之名 行侵犯之实 不仅严重影响了诚意的日常生活与工作 更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他的身心健康 据狗子曝光的拍摄花絮显示 诚意在拍摄现场遭遇的私生行为堪称触目惊心 他们无视剧组规定 擅自闯入拍摄区域 近距离拍摄 跟踪 甚至不惜使用高倍望远镜 无人机等高科技手段 企图窥探诚意的每一个私人瞬间 更有甚者 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诚意的行程信息 提前蹲守在旗下榻的酒店 机场 甚至家中 严重影响了他的休息与隐私 工作事发生 坚决抵制 守护底线 面对如此疯狂的私生行为 诚意工作室迅速做出反应 于29日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并抵制一切形式的私生行为 声明中 工作室不仅表达了对诚意个人隐私的坚决维护 还呼吁广大粉丝理性追星 共同营造一个健康 有序的追星环境 同时 工作室也表示将采取法律手段 对侵犯诚意隐私的私生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社会反思 理性追星 尊重隐私 诚意私生事件的曝光 再次将私生犯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社交媒体上 网友们纷纷发表看法 大多数人对私生行为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和不满 他们认为 追星本应是件快乐的事情 但私生犯的行为却将这份快乐扭曲成了对他人生活的侵扰和伤害 事实上 私生犯现象的存在 不仅是对明星个人隐私的侵犯 更是对整个社会公序良俗的挑战 它反映出部分粉丝在追星过程中的盲目与极端 以及对他人权利与尊严的漠视 因此 我们呼吁所有粉丝都能理性追星 尊重偶像的隐私与选择 让爱成为支持而非负担 明星与粉丝 共筑和谐追星生态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诱惑与挑战的舞台上 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关系 如同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 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与默契配合 对于明星而言 他们应该以身作则 传递正能量 引导粉丝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而对于粉丝来说 则应该保持理性与克制 用实际行动支持偶像的事业发展 而不是通过极端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此外 社会各界也应加强对私生犯现象的监管与打击力度 通过完善法律法规 加强宣传教育等手段 共同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追星生态 只有这样 才能让明星在享受光环的同时 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宁静与自由 让粉丝在追星的过程中 收获快乐与成长 而非无尽的烦恼与困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